中国男族vs韩国男族 32岁无垒 42字表态 振奋人亲 孙星敏高兴早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九 中国男族和韩国男族的比赛即将开战 可以看到韩国队摩拳擦掌精锐其出 这一场胜利也是势在必得 甚至还嘲讽对战中国男族 根本连适应场地训练都不需要了 不难看出他们完全没把中国队能当成对手 对于国族来说也是真的嘲讽 不过即便胜算不大 国族还是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顽强拼搏 面对韩国男族的藐视 中国男族又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去制敌呢 作为国族封县主力 32岁的吴磊在赛前做出42次的表态 令所有球迷都振奋人心 拍手叫好 吴磊表示 首先要把韩国队的比赛拼下来 其次我们这些人要团结在一起 未来几年亚洲杯世界杯争取大战一场 可见吴磊能够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 挺身而出 担当老将的船帮带责任 更是足球精神的传承 确实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男族对于这一场比赛的决心 相信吴磊的发言呢 也能让中国男族的球员们调动更多的积极性 赛场去拼杀 我们的男族口碑形象变差 除了外患 最重要的就是内忧 相信关注比赛的球迷们也发现 我们的国足球员在场上经常会出现跑到一半就放弃的现象 很显然就是不够拼 虽然球还没有进 但球员是已经放弃了 所以很多次输球也不奇怪 但随着吴磊的表态 相信国足球员的态度呢 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了 中国队的热血感觉 相信也会让孙星明感受到压力 我们也希望国足能够再次棄开得胜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